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障碍 就是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 下面我们接着讲 这个第二个障碍 那么第二个障碍呢 就是心理定视和思维定视 它这个不同 所造成的东西方交流的这种障碍 那么一般的讲 人们在长期的生产过程当中 生活过程当中 它会形成自己的一个心理定视 或者思维的定视 那么这种思维的和心理的定视 对于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什么呢 它可以保持人们对这个事物的 一个稳定的一种认识和理解 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人们没有一个对一个事物 一个相对稳定的认识 有一个思维定视 是吧 它就会陷入一个四项混乱当中 什么四项混乱 左是金飞 四是四非 又是这样又是那样 它没有一个认识思维的心理定视 那么它没有这个思维定视不行 但是出现了思维定视 心理定视 又有它的负面的东西 负面的影响 就是出现了这个思维定视 心理定视 有两个重大的局限 哪两个重大局限 第一 这种心理定视 思维定视 容易使人产生过度的自信 盲目的自信 就是说 使一个人在还没有认识 另外一个事物之前 或者一个现象之前 那么往往就自己已经做出了 肯定的或者否定的答复 因为自己已经有了定视 那么也就是说 他在认识一个事物的时候 很容易产生一种什么呢 先入为主的一种片面经验论 我没有看到这问题 没有去分析这问题的时候 我已经有了我的一个看法 产生一种什么呢 这种认同的或者排斥的 一种鲜艳的心理反应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讲 你比如说 在这个社会政治生活当中 那么在这个国家关系当中 那么西方国家 很多时候是片面强调 坚持他们自己的那种价值观念 强调什么呢 贸易自由 是吧 要全面开放中国的市场 坚持自己国家的这种外交惯例 坚持他们国家的这种礼仪形势 一定要按照他们国家的这种 外交惯例 礼仪形势 同清政府 那么建立起一种关系 或者说他们只承认 自己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的这种合理性 不承认 中国或者东方国家的 这种社会制度 经济制度的这种存在的合理性 是吧 有了一种思维定势 而清政府 那么在国家关系问题上 就表现出一个什么呢 自高自大 天朝大国的心理 是吧 就是不承认西方国家 是同自己平等的 一个对等的国家 是吧 把外国人 是吧 把外国政府 那么把这个 这个外国政府的这个使节 来中国 那么也是毫无根据的 把它说成是 像清政府的一个 朝控 朝控者 朝控使节 是远于下话来朝 这都是他的一种思维定势 导致的一种错误 那么这会产生一种鲜艳的 对吧 这种 心理反应 对吧 那么形成一种片面的经验论 这是一个重大的局限 第二个局限 就是这种思维和心理定势 它必将严重的妨碍着人们 迅速而正确的 去认识 前所未闻 前所未见的新的事物 它会具有一定的保守性 因为什么 它已经有了一个思维定势了 就一个新的东西 它很难去 给予这个正确的认识 它有很大的保守性 你比方讲在中外交往的最初 是吧 中外一开始交往 那么在中外交往之初 中外双方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 这么一种心理定势 或者思维定势的影响 那么这种思维定势 这种错误的影响 负面的影响 对于清政府来讲 表现的更加严重 那么这种心理定势 和思维定势的克服 比语言文字方面的克服 要更困难一些 语言文字的这种差异 比较好克服 心理定势 思维定势 那么比语言文字 要更困难一些 这是影响东西方 迅速消除差异的 一个重要的障碍 除了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之外 还有一个心理定势 思维定势的差异 除了这些差异 第三个 就是社会价值观 和民族文化背景 层次的这种差异 这种障碍 就是社会价值观 民族文化背景 这种差异 对于东西方 相互交流 这个消除差异的 一个重要的障碍 那么关于这个社会价值观 或者说这个民族文化背景 那么这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正是由于 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 有它自己的社会价值观 是吧 有它的这个民族文化传统 才是保持这个民族 或者这个国家 不同于其他的国家 不同于其他民族的 是吧 一个重要的特质 一个重要的特征 是吧 如果说这个国家的 这个社会价值观念 是吧 它的民族文化背景 都一样 它就不会出现不同的这种国家 出现不同的这个民族 那么因此呢 这个社会价值观的这种不同 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 它是最难克服的 那么同时 它又不应该是被完全同化的 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不同的这种 这种这个价值观 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 这是需要保留的 只有保留的不同的这种 社会价值观 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 才能够出现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民族 那么自从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 来到东方以后 那么来到中国之后 中外之间的礼仪之争产生了 那么这种礼仪之争的产生 那么毫无疑问 与东西方国家的国情的差异 有着重要的差 有着重要的这种关系 东西方国情不一样 是吧 那么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分歧 产生这种礼仪之争 那么中外礼仪之争 是吧 很明显是受到了这三个方面层次的 这种影响 那么但是 在这个地方 我们讲了这个三个层次的差异 造成了中外礼仪之争 除了这些之外 那么西方国家 对中国采取的这种经济掠夺政策 强强外交 是吧 甚至是武力战争 这些才是导致中外礼仪之争的 一个最根本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或者最基本的一个原因 那么正是由于西方国家 对中国是吧 进行了干涉 进行强权政治 进行这个强权外交 是吧 进行军政侵略 是吧 使得中外时间这个礼仪之争 在一段时间之内 不但没有消除 是吧 反而进一步的加剧了 清朝统治阶级 同时也加剧了中国人民 对于外国侵略者的 这种警惕感 是吧 这种危机感 这种抵抗感 那么进一步的 唤起了中国人民的 一种民族独立意识 那么说 中外之间的这种礼仪之争 这种差异 是吧 同上面我们所讲的 语言文字的差异 这种障碍 心理定视 思维定视的这种障碍 是吧 同这种价值观念 民族文化传统的观念 这些差异 是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更主要 更直接的 是西方国家 对中国参举了 一种侵略政策 那么这个是导致 中外离仪之争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在17世纪之前 我们前面讲了 由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的低下 交通工具的落后 通信工具的落后 整个世界被区分为几个相对独立的 相对封闭的这么几个区域地区 各个区域之间 人们存在着很多差异 存在着很多矛盾 那么有可能出现一种这种冲突 但是这个时候 这种冲突 它仅仅是一种 潜在的可能性的冲突 它不是一种现实的一种冲突 因为什么 东西方国家 还没有发生这种紧密的联系 交通工具落后 还不可能真正发生联系 那么但是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之后 社会生产力水平 很快的发展 交通工具 是吧 出现了蒸汽船 那么伴随这个交通工具的这种发达 是吧 就极大大缩小了各个地区之间的 这种地理空间的这种距离 原来好像很遥远 那么很快变得比较近了 那么这样 东西方原来的那种 潜在的冲突的可能 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呢 现实冲突的可能 变得很现实 那么这样 历史就为人类提出了一个 非常严峻的 而且非常现实的一个课题 什么课题 就是东西方人类 东西方的人们 应该怎么样去认识 怎么样去解决 东西方客观存在的 这种种种的社会差异 我讲东西方之间存在很多差异 以前大家分在东西南北 是吧 很少接触 它没有一种现实冲突的可能 后来 是吧 生产力发达了 那么东西方国家 是吧 先进和进步之间 那么就会产生矛盾冲突 从一种现实的一个问题 那么人类 到底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那么这是为我们这个人类社会啊 提出一个非常现实的 而且非常严峻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讲到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从这么一个角度考虑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还是将来 东西方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 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 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形式来进行的 民间的形式 是吧 那么现在有 那么以前呢 比较少 那么至少到目前 各国家之间的交流 更多的是国家 国家之间的这种交流 那么国家之间交流 交往的一个重要的原则 或者是最高的原则是什么呢 是国家的主权 国家主权原则 那么因此呢 我们在探讨东西方 国家交往的过程当中 要坚持的一个最高的原则 就是国家主权的原则 那么所谓国家主权 是讲什么呢 所谓国家主权就是讲 一个国家 他独立处理 本国国内的事务 或者外交事务 他有他的 自己的这种决策权 实施的权利 他不受任何 外来的个人集团 或者阶级的 这种影响 就是其他人 任何人 不能够去干涉 这个国家的 他的内政权利 外交权利 那么这种国家主权的 这种观念 是吧 那么在国家和民族问题上 就表现为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它是神圣不可侵犯 你否则的话 就谈不到什么国家主权 那么在具体的 这种外交交往当中 实际的外交过程当中 就应该表现为 这么几个原则 一个是国家平等的原则 一个是互尊互敬的原则 还有一个是原则性与灵活性 相统一的原则 那么同时还有一个 就是民族性传统性 和国际性时代性 相统一的原则 那么我认为 如果说人类能够把握好 这几个原则 那么解决 解决中外之间的冲突 东西方之间的矛盾 那么就比较容易了 那么下面我想 简单的解释一下 所谓的这个 国家平等原则是什么意思 那么所谓的 国家平等原则 就是什么呢 就是人们必须要承认 各个国家 各个民族 他们之间是存在着 种种不同的差异的 他们之间是不一样的 有些国家是先进的 有些国家是落后的 有些国家是富强的 有些国家是弱小的 是吧 有些国家是强大的 有些国家是弱小的 要承认它的差异 那么但是不能够说 由于存在这些差异 就引申出一种理论 什么理论 国家 是吧 有 优等的 有略等的 是吧 有高低之分 是吧 有主次之分 不能形成这么一种 等级观念 那么在政治上 不能够实行强权主义 是吧 在经济上 应该是互通有无 互利互惠 是吧 那么在思想观念上 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互相的吸纳 是吧 互相的交流 不能是单方面的 一方向另外一方 输出什么思想 输出什么文化 是吧 更不能够是一种强迫的 一种移植什么文化 是吧 这个思想文化 是需要交流的 那么这个呢 才能够体现一种 平等的原则 国家和国家之间 民族和民族之间 都是平等的 就是国家部分大小 是吧 都应该是一种平等的 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地位 那么所谓这个 互尊互敬的原则 它主要讲一个什么问题呢 所谓这个互尊互敬 它主要是说 国家和民族 在相互交往的时候 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 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 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应该承认 各个国家 都具有自身优秀的文化 有自己的优秀的习俗 有自己优秀的 这个礼仪规范 就要承认别的国家的 那种文化礼仪的 它的那种合理性 它的优秀性 那么在同其他国家 交往的时候 既要维护 本国的民族尊严 维护本国的这种 这种文化传统 维护本国的外交 这个礼仪惯例 既是这样 那么又要什么呢 又要尊重其他国家的 这种民族尊严 它的外交惯例 那么两国在交往的时候 作为东道主的国家 它在不损害本国的 根本利益的情况之下 在外交方面 应该表现出 它的大度和宽容 怎么表现出大度宽容 那么在同外国交往的时候 要采取呢 主随刻变的礼心 礼宾态度 主随刻变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它要尊重来访国的 它的一些风俗 它的一些价值观念 而来访国家的人民 特别是来访国家的 这个政府的代表 那么也应该 十分注意什么呢 十分注意 它所来访的这个国家 访问的这些国家 它的民族传统 它的礼仪惯例是什么 是吧 它应该采取什么呢 采取客随主辩 入乡随俗的态度 相互之间互相理解 只有这样才能够 真正达到互尊互敬的原则 那么我在 我在这个地方 是吧 就是反复强调 一个国家的人员 或者外交人员 到了另外一个国家 应该尊重这个国家的 这种风俗习惯 外交礼仪 我不是在为亲王朝 做辩护 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所讲的 并不仅仅是从 礼仪这个角度 来论出这个问题 我是要讲什么呢 是讲一个国家 它是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种国家主权的 是从这个角度上讲的 就是说 在交往当中 一定要注意 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和另外一个民族之间 要相互的理解 互相尊敬 就是讲的 互尊互敬的原则 这一点要坚持 那么我们讲 主随客辩也好 客随主辩也罢 那么讲的是两种态度 那么这两种态度 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前提 或者有共同的原则 什么原则呢 就是主与客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 它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那么在国家的外交关系当中 主随客辩 说主随客辩 什么意思 并不是说客的一方 就可以因此 主随客辩 随我的辩 那么这个客的一方 就可以随便的去否定 改变他所访问的这些国家的 作为东道主国家的 他的主权 危害到他的民族尊严 是吧 改变他的这种文化传统 不是这个意思 他不能够随心所欲 也不能够像在自己国家那样 主随客辩 我是客人 到这来之后随心所欲 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同样 客随主辩 是吧 也不是说作为东道主 那么就可以完全无视来访国家 你们国家的民族传统 是吧 这种社会价值观念 我根本不考虑 客随主辩吗 我想怎么样怎么样 也不是这样 是吧 那么说 主也好 客也好 那么都要受到各国交往之间的一个通力 或者惯例的一种制约 都不能够随心所欲 是吧 都要考虑到对方的 他们一些价值观念 这是我讲到这个 互尊互敬的原则 那么下面对于这个原则性和这个灵活性的统一 对这个问题呢 我也想再多想 谢谢大家